歡迎大家來到下午的綜合軌 各種相關議題的議程 這一場是我們的講者是嘉玲跟施玉 他們要分享分插一本書 這邊他們兩位是來自字幕文化 字幕文化是關注數位時代的文化研究 媒體理論與藝術創作 製作相關的出版與展覽等計畫的 一個出版社 那我們歡迎兩位講者 嗨 大家歡迎今天大家來聽我們的分享 我是嘉玲 然後這位是施玉 他待會可以自我介紹一下他自己 然後我們今天我們兩位是那個分插 是美學程式設計這本書 就是台灣版工作小組的成員 就是這一個team裡面還有其他的夥伴 然後今天是由我們兩位來分享這個計畫 然後這次待會兒的簡報 大概我們會分這幾個部分 來稍微介紹一下這整個計畫 跟他背後的一些概念 最後會有一個五分鐘的QA 然後美學程式設計呢 他的書名的副標題是 Handbook of Software Studies 然後但是其實他本身裡面 談了很多東西 最主要的程式語言是教大家怎麼用JS 然後最主要的使用韓式庫 是P5-JS這個韓式庫 那作者Winnie Sun跟Jeff Cox 他們兩個是在美術學校 在藝術學院裡面 跟設計學院裡面 教學生程式設計的老師們這樣 所以他們面對的一群 其實是原本沒有任何程式背景的人這樣 那這本書呢 其實可以掃右上角那個QR Code 就可以看到整本書的英文版 就是他一開始是用英文寫作 可以直接在上面閱讀到全部的內容 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這樣 然後我覺得可以先稍微講一下說 這本書的副標題 他提到的是說 這是一個軟體研究手冊這樣子 那雖然叫做手冊 可是他的重點 並不是像一般的傳統的技術手冊 他想要去教大家用一個固定的規則 或是follow一套Postacle這樣子 他反而其實比較是希望 讀者可以在學寫程式語言的過程中 也可以同時學習到一些比較是批判思考的東西 所以 怎麼說就是他不是一個典型的程式教學的書籍 因為典型的程式教學的書籍 應該是會希望大家看完這個書之後 可以變成一個更厲害或更優秀的工程師 更能夠掌握這個程式語言這樣子 但這本書因為他面對的讀者 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有程式背景的訓練的人 一群人 然後再加上他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要教大家 特地去學會某一種語言這樣子 OK 好 所以接下來就要解釋一下什麼是軟體研究 因為在那個書的副標題裡面寫說 這是一個軟體研究手冊 然後在講什麼是軟體研究之前 我想要先前進提要一下 在2011年的時候 當時那個王景的創辦人 那個Mark Anderson 他就提了一個論調是說 他覺得軟體正在吃掉世界 所以軟體正在吃掉世界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的觀察 他覺得當時其實有越來越多的產業 都受到因為電腦科技的普及之後 很多東西都必須要有軟體來支持運作 才有辦法好好的運作這樣子 對 但現在看起來這事情覺得理所當然 當然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不要 不要碰到軟體的好像沒有了這樣子 對那時間再更往前一點點 往前10年到2001年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是有一個新媒體研究者叫Manovich 他在他很有名的書 因為我們藝術學校的學生 基本上做新媒體研究的話 都會讀這本書叫做新媒體的語言 那在這本書裡面呢 Manovich就第一次提到了Software Study 跟Software Theory這樣子的詞彙 那這個詞彙其實比較是從 麥克魯漢的媒介研究這個傳統過來的 也就是麥克魯漢會談說媒介級訊息 這樣子的一個媒介研究的傳統過來 所以當數位化當 數位化讓所有的媒體的基礎 其實都變成軟體的時候 你要研究media 研究媒介媒體 就是沒有辦法繞過軟體 所以就慢慢發展出了軟體研究 這樣子的一個學派 當然這邊的軟體研究 他絕對不會是指說在電腦科學 或者是資訊工程方面的研究 而是比較接近在人文社會科學下面 然後是文化研究下面的一個分子 可以這樣來理解他 對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比較關鍵的事件就是 也是在英國那邊做文化研究相關的一個學生 叫做Marshall Fuller 他在2006年的時候組織了一個工作坊 就號召了一堆學者 可能有人真的是比較是城市設計背景的 也有一些是文化研究背景的人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工作坊之後呢 就創了一個期刊 就是旁邊最右邊那張圖片 看到這個期刊 computational culture 然後在上面就是會 到現在都還在發表 跟軟體研究相關的研究這樣 那更 再更多一點reference 就是中間那個藍皮的這個書 Software Study of Lexicon 也是在2006年那個工作坊之後 很多參加那個工作坊的研究者 後來他們就和寫了這本書 是一個用關鍵詞形式去記錄他們當下 對於某一些軟體的概念的一些 比較是從批判理論或者是人文社會科學角度 去分析的一些看法這樣子 對那後來這本書 因為他是MIT出版社出的 就後來MIT出版社有一個書系 就直接叫做Software Study 然後有趣的事情是剛好在去年的時候 Software Study這個書系 換了一批新的編輯的委員 那我們美學程式設計的其中一個作者 Winny他也是剛好是在這個書系 擔任編輯委員 OK 好然後接下來要談一下說 好這本書我們今天分享的標題 是說要分岔這本書 那要怎麼分岔它呢 分岔的前提是什麼 是一定要讓大家可以分岔嘛 它不是一個版權說實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本書的版權頁上面是這樣說的 說這是一本開放授權的書 是Open Assets的 那他原本的出版社是一個英國的出版社 叫Open Humanities Press 那他們其實一直都很提倡 要做開放取用的這樣子的出版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認真嚴謹 有peer review 有同才審閱的學術出版社 但是他們同時也非常激進的想要做開放取用這樣子 所以剛好我們這本書的原文的 英文的版本就是在這個出版社出的 那當然它就一定也是一本開放取用的書 所以你在網站上面可以下載到它 也可以用一個相對合理的價格買到那個紙本書這樣子 那除了開放取用之外呢 它在授權條款上面採用的是創用CC的那個CC by SA 所以在這樣的就是共享的條款下面 我們才有可能去做一個中文版的分岔 我們可以不會被版權限制 也不用花很大筆錢去買一個版權 就是因為我自己在經營出版社的過程中 發現其實買外文書的版權是一個滿高的費用的 那這本書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修改這個書的內容 然後你不管要翻譯還是你要改寫 你要加章節或者是加圖片都可以 只要是用相同方式分享出去 並且有標示這個原作者是誰 都可以用這個條款去出版它 好 然後呢 對那到底要怎麼去分它這個書呢 因為其實我們平常溝通的對象 比較多是在傳統出版領域 或者是做藝術創作的人 所以我們都會用一個方式來跟大家解釋說 好所以Folk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 我相信今天會來CostCop的朋友一定都已經很熟悉 這是什麼東西了 但我還是簡單的說一下 如果說我們在說中文 在說書籍的版權裡面有所謂版權所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這本書想要採取的完全就是一個對立 就是完全對面的那個姿態是想要開放 是想要把知識分享出去的 那分享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分享出去呢 就採取創用CC 這樣大家也才比較知道說好我如果要用它的話 我不會被告 我可以有一個什麼樣的方式來改做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它相對其實就是剛好自由開玩軟體 跟專有軟體這樣子的一個對照這樣 那其實在軟體生產方面 有很多這樣子開放協作的傳統了 那我覺得對於出版業或者是說文化生產 文化工作者來說 這個概念其實需要花一點時間來適應它這樣子 OK 好 然後在這本書裡面 剛剛開頭的時候就有提到說 它其實有用很多批判理論或者是說 比較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方式來理解程式設計 裡面就有提到一個例子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用這些方式去命名 在軟體寫作上面的這些功能 比如說為什麼是叫做GIT 那也許有些朋友也知道這個GIT來源嘛 就是這個發明這個版本控制的人 他其實用這個字GIT在英文裡面是罵人的話 就英文禮語裡面罵人說 他是一個愚蠢的人 那當然因為當時Nelix的創辦人 他在就是創造這個版本管理的架構的時候 是覺得自己是常常會見望會忘記這個東西嘛 所以他必須要 有點是自嘲的方式來面臨這個詞彙的 那裡面還有很多像是比如說Master Slave 為什麼我們是用 用主人跟奴隸的方式來去區分這些東西的層級跟架構 那在這本書裡面其實都採取了一些 比較有趣的觀點去討論這個問題 可能他在實用上面未必說 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會讓你省下更多的時間 但其實是一個有 就是一些有趣的提問這樣子 對 然後包括像說Forking Brenching或是Merging 他們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其實都有提了一些蠻有趣的觀點這樣子 OK 好 接下來就是要 然後除了內容開源之外 在這本書原版製作的時候 其實也採取了很多用了開源的出版工具 所以我們在 這是要做台灣的分體中文版的時候 也會是 就是盡我們可能就是 可以用開源軟體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開源軟體去製作這本書這樣 那現在看到這個流程圖呢 是從英國的一個出版聯盟 他們也是一群就是學術出版 做學術出版的人 很早就在推行要做開放取用的 一群大學的研究者 大學教授們這樣子 那他們在網站 他們自己的網站上面 放了這個流程圖 就是告訴大家說 傳統的出版方式 就是一開始 我們就是 作者交稿的時候 通常是用Word 然後編輯在編輯台 編稿的時候也是用Word 這樣的專有軟體 然後呢 排版的時候又用 新設計一樣也是一個專有的軟體 那最後才把它做成各種形式的PDF 包括是可以去印刷 或者是說是互動式的 甚至是電子書 EPOP的格式這樣子 但是 美學程式設計要做的 就是完全沒有要照這個傳統的出版流程 出版流程方式來做 好 但我們會用什麼呢 就是在寫錯的時候 用Markdown寫 然後 因為台灣大家這邊社群 比較習慣使用的是用HackMD 所以我們會把整本書的內容 全部都丟到HackMD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在HackMD上面 一起去修改跟校對 然後加圖片等等的 所以會用Markdown來寫這個書的內容 那寫完之後呢 所有有參與到這個書裡面的人 比如說作者、譯者、設計師等等的 就會透過 目前是存在GitLab上面嘛 就可以在GitLab上面去存取到 所有這些書籍的內容 跟它相關的程式嘛這樣子 那內容都整合完畢了之後呢 我們會用Pelicum CMS 去做出書的網站 就是直接審一個網站出來這樣 然後網站做好了之後呢 會再用Page.js 韓式庫把這個網站上的內容都拔下來 把它排版成可以印刷格式的PDF 就是比如說它的頁 每頁的邊框流多少啊 這些都會設定好 然後把它轉換成可以印的PDF 那另外最後要提到一個就是 就是在這個書的每一個章節開頭 都有一個流程圖 那那個流程圖 我們畫圖的工具 是用Graphies來畫的 OK 好 講到這邊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想說 好啊 你就是說可以分叉是 分叉沒有錯 那到底誰 誰會做這件事情呢 誰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除了我們現在要做一個中文版之外 其實在大概幾年前吧 我有點忘了 2021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南加大的教授 跟他博士生 一起就是做這本書的 8.5張的分叉版 他們的做法呢 是就是寫一個新的章節 把它插進去這本書裡面 那就是我覺得其實 在做這個分叉的過程中 他們也思考了很多 到底什麼是開原出版啊 為什麼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寫書跟寫程式當成是 幾乎是同一件事情的方式 來做內容生產這樣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掃這個QRQ 就能夠看到他們的文章 好 然後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在台灣這邊 做這個中文版 其實想要做的事情不單純 只是要把它翻譯成中文 因為這樣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也不太能夠反映出說 這個東西在台灣的社群 或者是說在台灣華語使用者裡面 怎麼去理解這些程式設計 跟這些相關的批凡思考的內容 所以其實我們會做一些工作坊 然後邀請大家來跟我們一起討論說 為什麼這個字會這樣翻 然後我們在讀這些書的時候 可能遇到什麼樣的共同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整個中文版的翻譯計畫 是由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支持我們來做這個版本 然後其實我們運作的方式是 因為其實翻譯這個事情 當然也可以丟給機器做 但我們還是比較傾向說 有一個比較熟悉翻譯流程的譯者 先來組一整本書 他會把書都翻完了之後 再開放出來 給大家一起共同去編輯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翻的東西 直接都改掉 那總之就是我們會用 已經先翻到大概全書 目前已經翻到一半了 然後會把這個一半的書籍內容 都放到XMD之後 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實體的工作坊 然後是下個星期六的下午 會在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但是因為今天早上確認了一下 已經報名就是額滿了這樣子 不過待會會留下我們的那個discord 還有其他的聯絡方式 如果之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參加後續的其他的工作坊 或是可以直接來加入 比較密集的工作小說 跟我們一起來編輯這本書這樣子 OK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交給施宇 好 那我就繼續我的部分 就是我其實算字幕的外觀 我自己是一個研究者跟策展人 然後我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美學程式設計這本書 大概它的出版時間 在英文版本是2020年 然後因為剛剛提到 他是兩位作者一同寫 就Jolf跟Winney這兩個人 那Winney其實他本身是一個 香港裔的學者 然後目前在英國教書 那他當時跟台灣的一位藝術家 李子彤合作了一個計畫 那子彤就提議說 這本書其實蠻具有參考性 因為在台灣的 特別是新媒體藝術的教學環境裡面 並沒有特別專門針對 就是如何去用在城市方面 第一個大家聽到城市美學 可能直接想是把城市寫得很簡潔很漂亮 那但是如果在藝術創作上 城市可以有什麼樣的美學 如何用城市去達到一些美學的一些 文化裡面的批判思考這些想法 所以他覺得這本書 也許可以介紹給台灣的觀眾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沒有加入這個計畫 然後一開始是仁玉另外一位譯者 還有子彤還有Winney跟Jolf 一起開始啟動 大概在2021年6月的時候 那到10月的時候 因為我跟仁玉當時也在翻譯另外一本書 然後他就要 因為我之前大學是念理工科的 所以我大概熟悉一些語言的使用 然後所以我就進來幫他們一起 協助翻譯這本 跟校對這本書 那2022年的時候 我們也有參加所謂 Critical Co-Study Working Group的討論 那他討論我們後面會再繼續講 那我們在這段期間內 其實我覺得整個翻譯過程 是有一點像去中心吧 雖然有Jolf跟Winney這兩位作者在 但他們並沒有主導整個翻譯的流程 或者是要求翻譯的品質跟校對 然後他們比較像是自發性的希望 在台灣的社群裡面 他長出自己的樣子 就是如何Fork這本書的一個精神的展現 那6月的時候 我們剛好遇到佳玲 然後佳玲有字幕出版社這個算是機構吧 然後他們覺得 我們就討論一下 因為佳玲對出版這本書也很有興趣 所以我們就開始討論 怎麼把佳玲的計畫也放進來一起做 然後到2023年就正式確定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可以提供一些 比如說翻譯的費用等等的資源 或者空間讓我們做我們想做的工作方 然後今天參加COSUP2023年 那其實在我們那時候參加那個Critical Study Working Group討論的時候 其實有些譯者還 不見得是譯者是比如說就是熟悉程式編碼的人 他們提出了還蠻有趣的想法 如果大家翻實體書的時候 可以看到第三章叫Infinite Loop 然後Infinite Loop 如果你丟到Google Translate裡面 他會直接跟你說是無線循環 但是如果大家有寫程式 一般大家就想說無窮迴圈嘛 然後這個其實當時作者取用這個標題的名字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想要取這兩層 就是對於我們中文讀者來說 我們當然就可以有這兩層意義的解讀 一個是他就是形式上的無線循環 然後他如果落實到實際上的操作上面 我們可能會給他一個無窮迴圈 但是對於創作者他就可以自己去思考說 那無線循環就是無窮迴圈的這種寫法 在他的創作展現上 是不是可以展現一種無線循環的美學之類的 這是一個供大家參考的 那當時參與的一位討論者Mais Oyala Mais Oyala他其實就是蠻玄學的 他就說無線循環無窮迴圈 讓他想到了生死輪迴流轉 所以他說能不能把它翻成流轉 這種詞 然後我覺得這種刺激就是讓 對於創作者一定就是一種不同層次的刺激 那我覺得在翻譯就是固定這本書的中文格式 要怎麼講的時候也是一種其他的想法 因為大家可能很習慣就是 比如說Pore可能會翻譯成某種一個固定的說法 但是當時決定這個說法 可能是只有翻譯那本書的教授 就是當時一個靈機移動這樣子固定下來 但是這個語言的流動 是不是有可能在翻譯的過程中展現 這是我們這個小組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在翻譯上面 引用的大部分的理論資源 是來自於張軍梅教授 這本厚殖民的陰性情境 語文翻譯和慾望 因為翻譯這件事 其實你最早可以追在中文的語境中 可以追溯到 他是在五四運動那時候的現代化 一個中文現代化的過程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文言文要轉稱 我們現在在講的白話文 那當時有一些激進的學者覺得 中文實在是一個太不精準的語言了 我們應該要把中文的漢字全部廢掉 然後我們要學印歐語言 我們要發明一套自己的新的文字跟系統 那你可以想像他當時的這個想像 夾帶著對於文化批判的研究學者來說 這是一種現代性的暴力嘛 但是在當時的語境下 畢竟西方列強就是那麼的兵強力壯 然後中國顯得積弱不堪中國 對 然後所以這個對於翻譯的欲望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一種我們追求現代性的展現 但是在已經又你想想看五四運動到現在 又可能已經經過了二三十年 喔 不是二三十年 可能接近了一百多年 然後那我們在翻譯這件事情上面 可以做什麼樣的 就是破除這種現代性的暴力的想像 那軍媒提出的理論是叫分子化翻譯 然後我覺得分子化翻譯這邊是從他書中摘出來 然後英文是請ChatGPT幫忙翻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抓到一個很重要的狀態是動態 就是這個動態其實非常的跟現在的出版的方式相反 因為出版的時候基本上就是 譯著固定下來了那套被翻譯的語言 但是我們的動態就是希望透過我們的工作小組 還有比較長時間大家看剛剛的時間表就可以體驗到 2020年出版的書現在已經2023年了 可能對某些追求快速的出版社來說 這不是一個最理想的出版狀態 但是我們就是希望在大家一起工作 一起去想像這些文字 這些從英文表述的文字 然後又是關於程式的表達上面 是不是有另外一種翻譯的可能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Critical Co-Working Group裡面討論的 就是其實我們提出了三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三個問題 其實也還是反覆的一直在思考這個過程 就是如果分插Forking是一種翻譯的話 那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其實剛剛佳玲也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在製作台灣版的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非常希望使用台灣社群使用的 主要使用的軟體像HackMD 對我來說是主要是這兩個 然後因為其實工具的文化背景操作 跟描述有特定的處境 這個理論大概是女性主義學者很愛講的 就是它其實一個特定特殊的狀態 每一個地方所屬的狀態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其實不應該追求 就是統一的大敘述的理論 還有統一的全球的做法 但這是好像跟我自己經歷過的 城市的社群的狀態不太一樣 那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那第三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比較就是文化批判 還有文化學者會進來的想像 就是城市設計是否必然是西方中心的 其實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也有討論過 就是用中文寫扣這件事情 對啊就是其實當初也很天馬行空的 城市設計師提出用中文寫城市這件事情 然後目前的整個我覺得開源的社群是比較開放的 那他們對世界有一個更美更烏托棒的想像 但是像是如果是矽谷主導的這個比較封閉利潤追求式的 其實它常常都是在壓榨全球南方啊 壓榨一些其他社群而造成它而達成它的利潤的獲益上面 那我們如果是進行更前端的一些美學的想像 或者是利用城市來創作 或是甚至在你可能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創作裡面 你能不能把這些關懷加入在你的城市想像之中 然後我們還有最後回到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特別想要做台灣的版本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會不會很常使用Google Translate 就是你如果用Google Translate去翻一些中文的內容的時候 很常基本上大部分都會使用中國的用法 然後中國根據我以前在科技業工作的經驗 就是台灣其實是一個蠻被美的文化洗腦的地方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工作經驗其實講到這些專有名詞 Firmware Hardware 我們可能台灣的工程師都會直接就是說Firmware Hardware 不會特別去說硬體軟體 當然我們也知道我們翻成硬體軟體啊韌體啊這些 但是中國的工程師就真的會跟你講固件信息接口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是工作上的一個差異 然後但我覺得它不見得是 不見得是會真的造成什麼摩擦 但是我那時候的經驗大概是十多年以前 然後現在我覺得整個台灣跟中國的張力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然後就是網路上有所謂的知語警察嘛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語言畢竟是流動的 然後你很難限制說你不可以講這個話 你可以講這個話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知語警察的確很敏感 然後但是不是要批判知語警察 就是我們會想要做台灣版本 是因為Google之前的 它Release Try的報告有說 Google Translate在這三五年 如果大家有常在使用這個部分的話 會知道它這三五年的進步的確非常的快 那它也有提到說 因為他們訓練這個Google Translate的那個翻譯的資料庫的方法 有進行大大的提升 然後其中一個提升的方式就是它對於語種的資料庫 就是比較接近的語言 它用同一套的資料庫去訓練 然後再慢慢去調整它內部的細微差異 所以其實簡體中文跟繁體中文 是用同一套資料庫訓練的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 想像就是中文的資料庫最多的 一定就是中國大陸提供的 中國提供的那些語料資料 所以翻譯出來主要的就是以中國用語為主 那因為作者之一是Winni 他是香港人 他其實也有意識到就是對 就是他也看到非常多的中國用語 然後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雖然台灣的現實操作的環境中 雖然可能不見得是以中 不見得是真的會使用我們選擇的那個翻譯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翻譯的 特別是對於城市資料的翻譯史上 已經有固定的一些說法的時候 那我們希望在Forking 在分岔台灣版本的這本書的時候 希望保留這些說法 然後繼續讓它有一個空間可以生存下去 對 然後大致上 對 然後剛剛佳麗有提到過 我們的HackMD的共筆就是在最左邊這裡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Discord 跟可以關注一下字幕文化接下來要推出什麼書 然後不知道大家對目前就是我們的介紹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嗯 好 目前就 因為我剛剛找到那個 目前好像是有看到這一本書 你們還有其他規劃嗎 哈哈 威威 欸謝謝最愛的朋友 法文有啦 我們其實去年就有出一本書了 是一個跟馬祖的 跟馬祖有關係的展覽的展覽的專輯這樣子 然後可以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背景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工作場域是在當代藝術的展覽製作 然後還有跟編輯有關係的工作這樣 所以其實會做這本書 對我來說也是蠻意外跟蠻有挑戰性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其實完全沒有城市設計的背景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做展覽的時候很常會遇到一些新媒體藝術家 他們大量的在使用城市語言做作品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出版社其實去年才成立 然後所以這算是我們第二本書這樣子 就是因為工作上面很大量接觸到 然後覺得這是一個其實蠻需要被討論的議題 所以才會加入詩語他們原本在 已經進行到一半的這個翻譯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計畫就是 我們會做這本書的工作坊 然後可能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 其實也可以 對他就聯絡我 然後你可以直接參與一些工作這樣子也是OK 就是包括編輯啊 或者是說想要幫忙 組織工作坊也都很歡迎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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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你們好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然後我想說介紹一下我背景 就是 因為我其實蠻想參與這本書 因為我自己本身過去是 因為我過去是社會學跟子宮系雙組修 對然後我一直在做Data Engineer 對對對 然後 就是你們提到一些脈絡的東西 或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能 我覺得蠻需要加進更多 第一線工程師在這個場域的一些脈絡 因為我覺得 可能蠻多東西我覺得 就是 我聽起來我覺得有點到 可是我覺得並沒有 並不是實際上工程師們在想的事情 我覺得 這樣會有點太去脈絡化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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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 這樣子的 其他會眾有問題 那位同學嗎 就是 針對剛剛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確就是我們的翻譯小組裡面 只有一位是工程師 然後 對 然後我們非常 就是 對加上我的城市經驗是十年前 我不知道這十年是不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 然後我們也希望 蠻希望現在第一線的人的想法是什麼 還蠻 對 就我們希望也透過這個工作坊 招募到一些 真的 真的可以 真的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想來做一些改變的人 那另外我們那時候分叉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想像 因為其實它裡面提供了一些 蠻簡單的就是範例 然後我們其實那時候一開始的 想像的分叉是說 針對它裡面做的一些美學的 或者是城市的那個 可以有一個更屬於台灣的 比如說城市創作者 或者是藝術創作者在想的 一些更明確的案例 就是比較大幅度的那種 forking 對 但不過目前這件事還沒發生 也緩醒一起來促進它的發生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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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想要請問就是 剛剛這樣聽下來 所以說我的理解是 所以你們的出版社主要就是在做這個 就是以forking為主的這種模式的出版 對嗎 然後你們的這個出版社的商業模式會比較接近像是什麼 對你們會靠什麼來引力 對 你們會靠什麼來引力 謝謝 謝謝你問了這個很艱難的問題 因為其實當時會接觸這本書還有 因為我去年才開出版社嘛 然後當然我們出版社另外一半的業務 其實是做展覽製作 那其實展覽製作在獲利上面其實是相對於做出版更有一點機會 那出版其實大家都知道 書是不好 對 然後其實大家的閱讀習慣也很大的改變了這樣 但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是我自己關注的議題 就是比較是跟文化研究 然後跟數位文化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還是會覺得出版是一個能夠 談某些議題的很好的方式吧 對 然後 當然我覺得在出版這塊其實 尤其又要做這本開源的書 其實很難有談獲利的這種空間啦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可是我覺得正是因為如此 就還是要找到方式可以來做它 那它絕對不會是一個像傳統的書籍出版 我去買一個超紅的哈利波特那種幾百刷的這種 這種出書的方式來獲利 絕對不會是這樣 那做一個開源的計畫 其實我原本也沒有覺得這個書一定要有獲利 可是我覺得它能夠被做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最大的目標這樣子吧 對 然後所以就是因為知道不可能用它獲利 然後也一定是一個要投入很多心力 然後要有很多溝通的狀態 所以當時確定要做的時候 就再開始找比如說藝文單位的一些贊助 像台北書衛藝術中心 他們也是關心這樣子的議題 然後也是比較靠近藝術生產這一端的機構吧 對 那他們其實是台北書文化局下面的一個場館這樣子 所以就有去跟他們中心介紹這本書的計畫 然後他們也覺得很OK 很適合 然後也願意就是在翻譯費用跟一些行政上面有一些資源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一個談贊助而不是談投資的方式去跟社會找資源 大概是這樣子吧 對 所以如果接下來其實中文版我們也有想要做資本書籍 那到時候就不會是一個以我直接用出版社傳統出版的方式我去印一堆書 然後我先墊付了這些錢然後來銷售它 可能會採取其他的方式 可能是募資或者是說print on demand 就是真的有人要買這本書了我再去印它 我就不會有任何庫存的壓力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在摸索說到底要怎麼樣在台灣做開源出版 因為我覺得跟兩位作者他們在跟原書的那個英文出版社合作的時候 其實至少在歐洲的開源出版的生態 其實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生態系吧 就是包括print on demand 然後還有open access 這些其實都有一些小型的書版社互相在聯合做這件事 但在台灣其實相對比較少啊 對 所以也是想要摸索看看可以怎麼做 所以說它也沒有看這個 也沒有看這個 有些是看關卡 有明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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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